深夜十点多高雄小港 中游大陵炼油厂大火狂烧 巨大火蛇直端天气 火光冲天夹带巨大浓烟 一发不可收拾 夜空被染成橘红色 小房队水柱喷射厂房 疯狂燃烧还不断传出巨大爆炸声响 当地居民吓坏了 看到市长大喊救命 中游大陵厂27号晚上 先是爆炸巨响 接着疯狂燃烧 疑似因为空气冷却气故障 导致亲戚外泄引发爆炸 强调不适人为 事故重罚530万 但今年已经被罚四次 难道是罚不怕再度爆炸起火 居民仍无可认 要怎么睡 没有到三点我 空啊 走又放第二次了 什么没效料又没天良的 中游你就要缺我们一个高台 空间就没听你在挨 没听我们一个北深在扣 很不安全 很不需要多汤吃 不然还要乱 离长居民气炸拉布条抗议 这是个不禁止炸弹 花钱是不痛不痒 不是每次花钱检讨 社会大众 自欠 这问题 中游董事长90度鞠躬道歉 承诺一周交出检讨报告 等确定百分百安全才会复工 只是中游频频出包开罚也没用 大林浦千村又始终卡关 千场千村都无解 让居民每天胆战心惊 记者金线中 陈安山高雄采访报道 梦梦水 孤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梳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传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胺能力 还有德国氧干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 酸甜好喝 来一包梦梦水